保安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第一位請陳焦華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好 本院委員陳焦華等13人 關心全台沙石場 含採礦業土石採取業等違法營業嚴重 長期佔用國有地及違法稻採沙石 並造成公共危害 違法情形包括擴建稻挖農地及山坡地沙石 涉嫌回田廢棄物 稻挖鄰近電塔 將危害電塔安全 造成全面性停電等問題 未遏止不法 請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 礦業局農業局 還有農業工業環保 及全國國有地管理單位 積極盤查相關部法 並嚴懲 請台電全面調查全國電塔周邊 是否有採取殺石之情勢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本院委員陳焦華等13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葉玉蘭委員 公共工程攸關全民安全 南方澳斷橋事件的慘狀 大家都記憶猶新 國家橋樑品質如何確保 格外重要 日前 審計部抽查橋樑維修檢測造假 更凸顯公共工程 管理問題有嚴重缺失 我國橋樑列為U4 必須馬上維修的 就多達103座 如果公共工程不能嚴格把關 將產生嚴重危機 受害的將是全體人民 行政院必須落實公共工程 維護檢查 強化控管 與究責機制 達到工程與橋樑 都是堅固且安全的標準 因此本席要求行政院 應在三個月內 提出具體改善作為 是否有當 盡請公決 謝謝 委員委員葉玉蘭等15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江啟成等16人 有鑑於宜蘭縣南澳鄉10月24日發生規模6.5的隱墨地帶地震 全台各地都能感受到明顯的搖晃 氣象局雖建有預警的機制 然而不少的民眾批評搖完才收到警報 甚至沒有收到國家警報 學者指出現在是隱墨帶地震活躍的周期 未來可能發生規模7、8以上的大地震 原建勤行政院應該加強平時的防災演練 落實手機預警的通知 並建立民眾的反查機制 確保訊息可以確實傳達給每一位國人 以有助於安全逃生 是否有當盡情公爵 本院委員江啟成等16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問委員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報應會臨時提案軍理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